是有關於國際間法新社路透社報導 說塔利班在宣布了新政府人事之前 阿富汗首都克布爾爆發的示威 有上千人走上街頭抗議 巴基斯坦射入阿富汗事務 另外還有大約70人集結 在巴基斯坦的大使館外頭 抗議伊斯蘭馬巴德 巴基斯坦首都的干涉 示威者大部分都是女性 這卻引來了塔利班對空名槍 來驅離現場的民眾 造成民眾四處奔逃 目前是還沒有通報有人傷亡 另一個部分有關於阿富汗後續的問題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7號是來到了卡達 跟卡達的官員就撤離阿富汗問題進行會晤 因為有部分的難民是送到卡達了 那麼塔利班方面現在也表示 說他們允許持有旅行文件的人 自由離開阿富汗 對於相關的事件 是否塔利班這邊有屬實 有如期他們的承諾來進行 布林肯也發表看法 尼巴汗 全 symbolic英國的手 tab 我們成功能夠尋找到 個小顱目的美貴 誰我們相信是 trying 離開阿富汗 跟他們的家庭 我們也想到了 還可以更加 那所有美国實際的 美国自動人和 Afghan 好 再來看疫情了 目前全球日增確診病例數 已經上看到41萬 而在希臘這邊 他們開放12歲以上施打疫苗 丹曼也宣布 12歲以上的人口 目前有超過八成 是已經完整接種 目標是在10月1號之前 達到90% 等12歲以上接種率 達到80%的時候 丹曼要撤除所有的防疫規定 預計說可以在10月達標 好 美國的中小學開學之後 兒童確診的病例也跟著上升 根據最新的數據顯示 到8月26號這個星期 所以已經增加了 20萬4千名的小朋友染疫 比7月20號一個月之前 還多了大概有5倍之多 因為確診住院的小朋友 很多人過去都很健康 所以顯示疫情還是很嚴峻 開學近一個星期 全美國已經有上千所的學校 停止實體課程 開心地回到學校上課 但疫情卻連環報 美國各地的中小學生 自8月起陸續返校之後 受到Delta變種等因素影響 在截至8月26號的一週內 全美有近20.4萬名的兒童確診 兒童佔據了每週新增病例中的 22.4% 也就一個月前的3.8萬人 激增了5倍之多 在美國開學之後 全美35個州都出現了 因為疫情而停課的學校 至少有1000所的學校 暫停了實體課程 雖然大多數的染疫兒童的症狀 輕微 多為發燒 流鼻水和咳嗽 但也有少數人出現了嚴重的併發症 嚴重者需要住院 而為了保護孩子 治理當局6號核准6歲以上的兒童 接種大陸的科興疫苗 也成為了第一個採取此措施的 拉跌美洲國家 我們保護孩子 我們也保護孩子 我們保護家 這例完整接種疫苗的人口 比例已經超過了七成 除了科興疫苗 今年5月已經開始讓 12歲以上的青少年 接種BNT疫苗 從5月以來 已經有65萬人 至少打了第一劑 而當局計劃 將於9月份開始展開 12歲以下兒童的接種計劃 記者無家嫌不到 記者無宣佛 記者無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